头条速递 任嘉伦维权行动升级 肖像权保卫战即将在濮阳开庭 近日 娱乐圈再次掀起波澜 实力派演员任嘉伦 本名任国超 正式向一家商贸公司发起法律挑战 就肖像权侵权一案 双方将于9月6日在濮阳市化龙区人民法院正面交锋 这一消息如同夏日惊雷 迅速登上娱乐热榜 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天眼茶权威披露 烈焰立志 与剧共然 提及任嘉伦 不得不提起主演的电视剧《烈焰》 该剧不仅在国内收获如潮好评 更以其卓越的剧情设计 震撼的视觉效果 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 成功跨越国界 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这个暑假 无数观众被五更王子 任嘉伦士的坚韧与智慧深深吸引 他的每一句台词都仿佛是激励人心的烈焰鸡汤 让人在追剧的同时 也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与感动 五更文集 立志唇响 台词京剧 共饮立志之酒 在烈焰中重生 与逆境中绽放 五更王子的这句经典台词 不仅是烈焰 剧情的缩影 更是任嘉伦本人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 让我们一同回顾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瞬间 猛干一杯五更文集的立志鸡汤 让这份力量激励我们前行 在于跌倒了 还能再站起来 为了这十万年来 生生不灭的愿景 为了我们的未来 可以拥有自由和光明 我们必须齐心协力 将信任留给身边的伙伴 用拳头 痛击我们的敌人 等到他日 大忌成熟 我愿付出我的一切 包括我的生命 我五更是为天下人而战 自有天下人结盟助我 先有百姓 后有神 先有万民 后有天 人活着 为的是坚守正能 是为了无愧于天地 无悔于内心 无畏于惨暴 成功 从来都不会与促而救 前行的道路上 开拓者 也从来不会被过多的人所理解 诸神不必畏 天命不足畏 大战之前 王家英豪 立龙门 修战墙 养我军启事 镇敌军大爷 这个不需要 我反的就是神 没有先例 我就创造先例 我要攻上神域 让你们这些强权之人 全部覆灭 我们力兵莫靶 披肩持位 无论道路多么的艰难 无论对手多么的强大 我们都要取得胜利 直到三界真灵 可以平等地享有阳光 与路 和平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互动时刻 共化热榜 各位粉丝及吃瓜群众们 你们对任嘉伦此次维权行动 有何看法 是否也被烈焰中的励志精神所打动 快来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观点 让我们一起将这份正能量 传递给更多人 同时 别忘了关注娱乐热榜 第一时间掌握更多精彩资讯 关注我们 不错过每一次精彩 最后 承邀各位持续关注我们 这里是第一手娱乐资讯的聚集地 也是你了解任嘉伦最新动态的窗口 你的每一次点赞 评论与分享 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让我们携手 共赴这场娱乐盛宴